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年齐第六周的星期四 我常常提醒这个礼拜的刚好都是马尔库福音的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等等 所以你有机会最好翻开圣经 仔细地读听我讲今天的 然后跟前后的连接起来 一定对你的灵修对你的信仰生活有所注意 今天这一段前面我们知道上下文都讲了 耶稣行过两次的真柄的奇迹 七千人五千人都借着几个面饼就吃饱了 几条鱼就吃饱了 然后还剩了七箩 剩了十二箩碎块 这个是奇迹 另外一个是瞎子的奇迹 瞎子耶稣动自己的手牵他 抚摸他 摸他的眼睛 吐唾乌 问他看到了没有 整个的过程嘛 这些事情之后 这个马尔古福音的第八章 耶稣问他的门徒 这回是问门徒啊 不是那些法利塞人的宗教领袖 也是问我们的啊 假设你已经领洗领洗了那么久 有信仰了那么久 你在你的心中 耶稣基督是谁啊 这边问的 你们说我是谁 你们刚刚从外面传福音啊 耶稣前面有记载 他派七十二个门都到外面去传福音 传什么福音 传天国来临了 传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李运大同篇的世界大同的情况 真正的人类生命的理想来临了 要幼游所教 劳游所踪 每个人物尽其用 观寡孤独者 皆有所养 是那么美的一个人类的情况 我们常常用宗教的话 也是一般人都了解的 不是的价值的话 有爱 有人与人之间的服务 有公平 有正义 我也是好多次听到那些 就是稍微有跟政治有关的 或者是对公众事务有关的人 他就说 我的生命当中只有两件事情最重要 面对公众 公平正义 资源分配 或者得到的资源 拥有的资源 要公平 要正义 那另外一个就是爱跟服务 大概就是这几个价值观 那耶稣基督的来临 我们说天主圣子降生成人 他就是带给我们这个世界大同的这个情况的这个理想 告诉我们是可能的 那你是否了解 你是否相信 那这边耶稣问 你们说我是谁 我们人生命当中只有几个问题 我自己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当中 我是谁 我在初高中的阶段 读大学的时段 我是个学生 我工作的时候 我可能是个公司的经理 后来比如说我的经验 你做到一个传播公司的社长 后来来到学生里面是副教授 每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不同的身份 我是谁 那你也要更清楚你周围的工作的伙伴 他是谁 比如说我在学校的时候 你要想得 有系主任 有院长 他们是负责领导学术方面的发展 他都在教学跟服务跟研究的道路上 可是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 耶稣这边问他的门徒们 尤其是门徒们在外传教都回来了 他们传的是天国来临 他们传的是耶稣基督降生成人 就是天国已经在我们当中了 天主跟我们在一起了 传的这些 他们所传的 他是不是他所传的是谁啊 是耶稣基督嘛 耶稣问他们说 有人说是习者若汉啊 有人说是先知啊 可是后面 伯德路这句话就最美了 这个叫信仰的宣认嘛 他说你是墨西亚 墨西亚就是救世主 就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期待 在我们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圣诞节的注解 讲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 他说我们人可以从三个方面了解 第一个方面 天主所创造的大地万物 花草树木 大自然的山川河流 最美的天主的创造 第二个你好好读圣经 尤其是旧约的历史当中 天主怎么许诺 怎么引导以色列人跟他来往 建立盟约 然后说一句话 你是我的子民 我是你的天主 就是这些关系当中 期待一个救世主 救世主耶稣基督的诞生 耶稣基督诞生 我们都不会忘记 因为今天的福音也提醒 三次提醒 他要受苦受难 时而复活 要面对人最脆弱的 最难接受的疾病 痛苦跟死亡 耶稣要亲自领受 这些痛苦死亡 带我们走向复活 你了解耶稣的角色 认同他的角色 愿意喜欢他 跟随他 这个就叫做信仰的宣布 如同伯多禄中途所说的 你是墨西亚 救世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